今天我們為您進水的國際話題 要來關注在疫後時代 其實全球各國都要搶觀光彩 但是巴黎島最近似乎反其道而行 怎麼說呢 首先因為巴黎島的省長 也就是你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柯斯特認為呢 違反交通規則 不戴安全帽就算了 現在在我們島上啊 沒有駕照的 或者是站在機車上頭騎車的 甚至打赤膊的通通都來 所以像話嗎 現在要打聲立法 外國人不准你租機車 而且如果你租的話 可能會吊銷簽證 不過這個法案其實並不是 他一檔獨大 自己一個人說了算 其實這個法案其來有自 因為根據巴黎島的警察方面統計 目前外國遊客違規的件數 是一百七十一件 甚至在這當中 還出現了酒駕上路撞傷人的情勢 所以以後不准外國遊客來租車 其實也是根據這樣子的一個政府數據 而當然不只是騎車 印尼政府現在也正在掩擬 你要接下來接強制徵收所謂旅遊稅 主要就是希望能夠勸退一些 你本來就只是來亂 不是來觀光的遊客 但是為什麼說只是來亂的呢 我們有一個案例 是在二零二二年的這些案例 有一個俄羅斯的瑜伽網紅 他為了博眼球 他在一顆七百年的老樹前面裸體拍照 當時的照片 當然馬上引發了爭議 因此現在印尼政府就加碼規定了 假設你在接下來這段時間你有冒犯文化 影響現在當然對於巴黎島 甚至是整個印尼來說 是一個兩難的課題